嗨,大家好,我是爱做美食的余姐 夏天到了,天气炎热,好多人都没有胃口吃饭 总是想吃一点冰凉爽口的东西 夏天不光是凉粉凉皮,还有一个磨鱼豆腐 磨鱼豆腐口坛爽滑,是非常的好吃 但是做法有一点难度,好多人掌握不住细节,导致失败 今天我就把做磨鱼豆腐的详情,详细的给大家分享一下 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 首先用电子秤,称3500克的清水 3500克的清水呢,也就是7斤的水 称好以后可以倒进锅里,插上电源,开始烧水 称了烧水的时间呢,我们来称一点碱面备用 首先按一个去皮,称5克的食用碱面 5克的食用碱面呢,可以做100克的磨鱼粉 称好以后呢,用少量的温开水,先给它化开 化开以后,放在一边备用 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磨鱼粉 这个磨鱼粉在摩宝上都有的卖 这个磨鱼粉有两种,有一种黑磨鱼粉,有一种白磨鱼粉 据说呢,这黑磨鱼粉呢,比较好一点 但是呢,后面呢,它还有制作的说明书 你按它上面的说明书来做,石油八九都要失败 因为什么呢,第一个水太多,第二个碱太大 假如说你就是做成功了,因为碱味太重,它也不能吃 下面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里面有10个小包装 一个包装里面呢,有50克 为了让大家心里有个谱,我给大家称一下 这一小包的磨鱼粉呢,需要加水3-4斤 我们今天做的是两包的磨鱼粉,所以用的是7斤的水 家里面人少的,可以把食材减半 首先把水烧到五六十度,用手指试一下,不是太烫手 然后边倒磨鱼粉边搅拌 要快速的把它搅散,以免它结块 从磨鱼粉倒下去的那一刻,要顺时针的不停的搅拌 搅拌均匀之后,就要换一个工具 不然的话,等一会儿浓稠的时候,它会浮底 没有擀面杖的,也可以用小勺子代替 然后每次搅拌的时候,就抄到底,再给它搅拌 火呢,给它挑成大火,一边煮,一边搅拌 搅拌至锅里会腾以后,给它改成小火 开始计时,继续再搅1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这个是搅拌至5分钟的粘稠度 这个是搅拌至10分钟的样子 到最后几分钟的时候,速度一定要快 不然的话,下面会浮锅的 越搅越快,搅到最后的时候 时间到了,然后就把我们提前画好的碱面水 顺了锅边,给它淋下去 碱水倒下去以后,顺时针的快速的搅拌 30秒至50秒左右 成功失败就在于这一步 这一步是非常的重要哦 为了让新手一次也能做成功 从碱水倒下去的那一刻 一米剪切,二米快进 让大家详细了解做魔鱼豆腐最关键的细节 以免在后期自己做的时候导致失败 碱水倒下锅以后,搅拌的时间也不需要过长 刚开始倒下去的以后,魔鱼糊糊会变稀 那是正常的,搅拌至碱水完全融合以后 魔鱼糊糊会再次变浓稠 然后要快速的出锅 搅拌的时间最多不超过一分钟 搅拌时间长了,它会结块,里面进空气 表面也不光滑 魔鱼糊糊糊搅拌至这个样子就差不多了 从碱水倒下去的那一刻开始计时 到现在已经45秒了 要快速的给它出锅 提前准备一个光滑细力,底部比较平整的容器 下面给它抹点油,方便后期好脱模 我就忘记抹油了 再给它摇一摇,摇至表面平整 给它盖上盖子 盖子一定要倾斜,以免水滴在里面 然后给它晾凉再操作 看到这里,大家看到魔鱼豆腐长得很紧实 因为做魔鱼豆腐已经完工了 我告诉大家,这样的魔鱼豆腐是没法吃的哟 不能吃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看到的魔鱼豆腐长得很紧实 其实这个魔鱼豆腐还没有熟透 它是脆的 必须要加水,给它煮熟透以后 它才能有弹性,才能好吃 第二个原因是里面的碱味太重 必须要加凉水,把碱味煮出以后才能吃 凉水加进锅里以后 下面再垫一根筷子 或者是一个硅胶铲都是可以的 然后大火给它煮开 水开后再煮五分钟左右就可以了 魔鱼豆腐已经煮好了 让大家看一下,是非常的口谈哦 魔鱼豆腐口谈爽滑又劲道 非常的好吃 不管是炒着吃还是调着吃 都是非常的好吃 特别适合夏天食用 一次多做一点 晃入冰箱可以吃一个星期哦 在这里我给大家说一下 它的保存方法 魔鱼豆腐做好以后给它分成小块 然后用保鲜膜包住 放入冰箱保鲜室里面 放入两天或者是三天以后 它有点变软 然后重新给它加凉水给它煮开 它就重新就可以变紧实 即使夏天 它也可以保持一个星期 这块魔鱼豆腐呢 就是在我们冰箱保鲜室里面 已经放了三天了 当时拿出来的时候呢 有点软软的 然后重新给它加凉水给它煮开 煮开以后它就会重新变紧实 因为我年龄大了 做视频比较慢 又加到家里面加入活比较忙 每个视频要需要两三天才能做好 顺便把这个保存方法分享给大家 尽量的把教程做的更加详细 关于魔鱼豆腐的吃法 我们以前也分享过 今天呢也就不一一介绍了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 我是于姐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